第九百零九集 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剑衣一定能明白凤九儿的提醒 暂时他再不放心也只能点点头 九儿小姐 霍将军让我送晚膳进来 一个兄弟的声音在外面传了进来 进来吧 凤九儿并没有停止手中的事情 兄弟进来将膳食放在不远处的桌面上 看了凤九儿和剑衣道 九儿小姐 膳食都已经准备好了 请慢用 好 谢了 凤九儿从头到尾 没有回头看一眼 时间不多了 他得抓紧一些 兄弟对着剑衣汗了汗手 转身离开 剑衣 去吃饭吧 帮我准备一下 我很快过来 在盒子里再拿出一块人皮面具 他轻轻摇里摇头 材料不多了 我必须要再多准备一些 剑衣看着他忙碌的样子 站起来 局部朝另一张桌子走去 分配好了饭菜 脸色看起来不错的男子 擦了擦手掌 转身回头看 好 请用膳吧 好 凤九儿汗手 却又拿了一张面具出来 很快 你先吃 还擦两张就好了 剑衣没有说什么 举步回到凤九儿身旁 等他将剩下的面具做完 他才和他一起来到放膳时的桌子旁坐下 拿起碗筷 凤九儿一点都不客气 每当他的碗里缺少什么 剑衣便给他添上 不一会儿 凤九儿便基本上饱了 端起剑衣给他盛的汤 凤九儿看着他 微微扬起唇角 天天看着我大鱼大肉 自己只能吃粗茶淡饭的感觉 一定很不爽吧 没事 很快就好了 一碗热汤喝完 凤九儿想站起来的时候 霍白雪的声音在外边传了进来 九儿 时间差不多了 好 我立即准备 凤九儿随意擦了擦嘴 将手帕放在桌子上 站起 举步往里面走去 剑衣 帮我开门 我要换衣服了 取过自己的夜行衣 凤九儿来到桌案后 将一旁自制的帘子拉上 剑衣并没有回头 时刻留意着外面的动静 直到身后置人靠近 剑衣 你慢慢吃 等我好消息 凤九儿将黑色布袋 绑在身旁 过去轻轻拍了拍 剑衣的肩头 你看看 我现在这么穿 是不是更显身材了 韩笑低头看了一眼 凤九儿一脸骄傲地问道 黑色显瘦 凹凸有致 凤九儿就连自己都快要爱上自己了 身材好归好 但凤九儿明显是在开玩笑 她不过是为了让某个着急的家伙 放松一点 抬眸对上剑衣的目光 凤九儿嘴角扬起得意的微笑 别羡慕 等你好了 多锻炼 身材也不会很差哦 丢下一句极其不诚实的话 凤九儿转身离开 谁说剑衣的身材不好了 这几天 她可是比谁都清楚 她的身材简直好得爆表 怎么可能因为雷若了十天半个月而改变呢 看着离开之人 剑衣也不想给她太多的心理负担 口中说了一句 她再次等她回来 别太晚了 凤九儿回头看了一眼 好啊 吃完记得泡玉 别像望夫时一样 哦 不对 是望妻时 也不对 望姐时吧 以后我便是你姐了 要好好听话 严肃地倾咳了声 凤九儿回头掀开帘子 消失在剑衣的视线中 黑色降临 四周一片黑暗 凤九儿和霍白雪 一人带了四名兄弟 往两边出发 在城墙上 赤兵换岗之际 凤九儿和自己带上的四名兄弟 成功翻过了城墙 进了城 城内一片寂静 没了昔日的繁华 凤九儿暂时 也不知道百姓的伤亡情况 只不过 现在也不是胆态的时候 他带着兄弟 在城墙边上游走了一会儿 缓缓往中间靠近 中间地段 灯火通明 一看便知道对方兵力所在 凤九儿和兄弟 并没有立即进去做事 而是不断地在四周徘徊 直到看到一处宅子冒出白烟 夜色下 一抹娇小的身影 立在房子上 看着着火的地方 微微勾了勾唇 白雪的速度 比他意料得还要快 真不错 几个兄弟 分别从四周的屋檐上过来 回到凤九儿身旁 凤将军 看来霍将军已经动手了 一个兄弟轻声说道 好 我们也动手 凤九儿点点头 摆了摆手 是 兄弟汉手转身离开 凤九儿再看了 火势越来越旺的宅子一眼 一簇眉消失在夜色中 放粮食的宅子突然失火 驻守在附近的士兵乱成一团 都急得过去救火 不仅如此 就连守在城门处的士兵 也都离开了一部分人 得知情况时 玲珑还在寝房中给自己上药 你说什么 随意将自己的衣裳系上 他离开寝房 看着近来通报之人 玲珑小姐 粮仓发生失火 兄弟们 少兄弟们都回到自己位置上 谁都不需要赶回来 玲珑打断了兄弟的话 可是梁仓那边 哼 这是凤九儿的计谋 他们要攻城了 玲珑穿好衣裳 大步走了出去 是 兄弟汉手着急跟上 不是说 他们剩下的一半兵力 还没有赶到吗 事情怎么会发生得如此唐突 玲珑刚来到院子 并上了马背 兄弟不敢耽搁 也立即上了马 玲珑小姐 根据探索回报 他们另一批人 战事还没有到 我也没有想到对方 会这么快出手 立即去让所有兄弟 做好准备 这一战 要开始了 是 兄弟汉手 驾着马 快速离开 玲珑往另一边赶的时候 一位将军模样的男子 迎面而来 太将军 你打算上哪儿去 粮仓失火 你没听说 蔡将军停下脚步 低声问道 这件事情 我还想问你 你的人是怎么做事的 这么多人守着一个粮仓 也守不住 玲珑的声音 更沉更冷 现在的关键 是将粮仓救急 之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蔡将军 接拉马绳 并要离开 玲珑深吸了一口气 在腰间 结下一个令牌 挡去了 蔡将军的路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